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在吃什么呀 我在吃豆腐 鸡蛋 还有牛肉啊 啊 这些有什么好吃的啊 马朱 这些食物呀 都富含蛋白质 吃了之后 必让我们长高高 我可喜欢吃了 要不 你也来点 嗯 我才不吃呢 嗯 马朱 那你又没有听过 巨人国里的小矮人的故事呀 哦 巨人国里的小矮人的故事 没听过呀 那好吧 那我今天就来跟你讲讲吧 哦 从前 从前啊 有个巨人国 在那里 竟然有个小矮人 嗨 小花 小布点 哈喽 好久不见 哦 对了 小布点 你要吃苹果不 好呀 好呀 厉害阿 这个苹果比我的头还大 这么难 牛肉 啊 还来 这双鞋好大呀 哇 哇 哎呀 哇 救命啊 啊 救命啊 别别别别 别过来 小布点 你怎么了 小花 为什么我就是找不高呀 啊 还不是因为 你每天都是吃这些 没有营养的零食 你们吃那些东西肚子会饱 我吃这些零食也会饱 有什么不一样吗 小布点 你要多吃 富含蛋白质的食物 这样才能长高 啊 多吃富含蛋白质的食物 就能长高 这是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呀 好奇吗 嗯 好奇 好奇 好 好奇 蛋白质是身高的守护神 朋友们 蛋白质是人体骨骼的重要组成成分 只有骨骼得到好好的生长 我们才可以长高高 所以你们也想长高的话 就要多吃富含蛋白质的食物哦 富含蛋白质的食物有 肉类 鱼 牛奶 豆腐 你们一定要多吃这些食物 否则就会像小布点一样少富高哦 因为蛋白质可是我们身高的守护神了 哦 我知道了 原来豆腐 牛奶 鱼 肉类 这些食物都富含蛋白质啊 我要吃 我要吃 啊 嗯 嗯 哇 哇 我长高了 哇 哇 小布点 太好了 你终于长高了 哇 好开心啊 哇 哇 月儿 我决定了 从今以后我要多吃高蛋白的食物 我不要像那个小布点一样变成小矮人 马瘦 你这么想就对了 朋友们 你们知道夏令哪种食物是富含蛋白质的吗 一 牛奶 二 彩虹糖 三 巧克力 是的 那么如果知道答案的话 不要忘记在留言里面告诉我们哟 拜拜